为什么选择照顾服务员 在就业于中高龄者 难以适应职场 思考这三大要点 活到老学到老 这句话虽然老生常谈 却是决定退休人士重返职场后快乐与否的关键 不少重返职场的中高龄者难以在工作中长久 并非因为技能不足 而是心态上的调整不当 例如过高的自尊 过敏感的自我保护 或是过于固执己见 事实上 若能从终身学习的视角出发 将能发现全新的世界 心态调整之一 柔软自我 对于重返职场者来说 必须接受可能会有比自己年轻的丧死 在就业的案例 他们难得找到工作 却因无法接受年轻丧死而选择离开 他们对我说 我的主管年纪跟我女儿差不多 却来教我怎么工作 这反映出许多人因无法放下自尊 而是去发挥才华的机会 心态调整之二 维持好奇心 面对年轻的主管和同事 许多中高龄者可能会因为不好意思而避免提问 有些在就业者因自信不足 一旦遇到不懂或忘记的事情 便选择默默离开 而不是再次提问 实际上 中高龄者因更有自信 保持对心智的好奇心和学习态度 年轻人通常都很愿意分享知识 心态调整之三 释放过往经验 中高龄者拥有丰富经验 但这有时也让他们过于坚持己见 比如 因为选找清洁工作的在就业者 因为拥有数十年的家庭清洁经验 并自认为非常专业 但面对公司要求按特定标准和流程工作时 他感到无法接受而选择离职 重返职场更重要的是 愿意开放心胸学习的态度 而非仅仅依赖过往的专业技能 在工作中发掘自我价值 当心态调整得当 便能在职场中找到热情和自我价值 许多中高龄者在工作中表现出快乐 甚至超过他们之前的职业生涯 因为他们在做自己喜爱的事 不断学习 既能分享自己的经验 也享受从年轻人那里学到新知识的乐趣 当人们找到了自我价值 年龄便不再是问题 例如一位70多岁的导览员 一场活动可能需要行走数公里 尽管许多人会担心天气炎热 或他们是否感到疲劳 但我告诉他们 如果你累了 就说你需要休息 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他们不会感到疲惫 因为他们正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许多高年级的导览员工作时充满活力 甚至超越年轻人 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薪水 更是因为真正热爱其中 从而展现出穷的热情和活力